阿弥陀佛 知识封号不能间断 听经文法不能间断 试验不该最初的发心 尤其在灵命中的时候 能够一念融入阿弥陀佛 这个也有年龄的分别 如果你是二十岁 就八二开 两分念佛 八分的时间听经文法 因为你还年轻 有人说我念佛就等死了 要等很久才会死 因为你才二十岁 如果你是三十岁 我们以佛度的年龄来算 八十减三十 还有五十年 三十岁 叫做七三开 七分听经文法 三分 念 好好的念佛 如果你是四十岁 九四六开 一定要听经 不听经 烦恼 断 断不了的 断不了的 你比如说 我经典不看 不听 不闻 那你念了十年 二十年 绝对没办法的 除非你是菩萨事先的 人类会念佛 可是里面那个脾气 烦恼 很顽强的 很顽强的 因此 如果是四十岁 四六开 六分 要听经文法 四分念佛 如果你是五十岁 九五开 五分念佛 五分听经 如果你是六十岁 也是六四开 六分念佛 四分的时间听经 七十岁 就七三开 七分的时间 统统念佛 三分的时间 听经 因为已经七十了 人生七十古来谢 如果你是八十岁 九八二开 八分的时间 念佛 那么两分的时间 听经文法 如果你是九十岁 就不用开了 就等死了 就不用开了 九十岁还开什么呢 哪有几个能够 活到九十岁 九十岁 八十岁以后 一心念佛 九十岁 一心念佛 修佛接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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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